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要来介绍我们算是一个新的开箱吧 知道到底什么火的开箱 我们就快进入最狂拍卖园 在进入最狂拍卖园之前 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 今天我们这个直播算是更特别 所以应该是全球首度开箱的一个月历 我们快把我们听众朋友打开 那个公布电台的脸书粉丝专业 按赞加分享出去 那很多人出去 很多人来看 我们就用这个最狂的 最狂的这个林业及自然保育署的 这个月历要展示给大家 所以说大家趕快就来 就来看我们今天这个月历开箱 那我们今天就趕快进入 我们的最狂拍卖园 欢迎来到蜥蜴电台百会公司 不管你是要被最新的朋友 最大台电视 因为这是最好适的电动 我们这里通通都没有啦 什么都没有 这样到底这件百会公司是在买什么玩具 这里有 每一个人对高兴土地的决策 对优先环境的建策 对理想的追求 也还有对家里面中部的听说 买的公地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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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知道蜂蜴来 到底是买什么喔 请准时收听 去买公布电台 略公拍卖园 最狂拍卖园 耶 来到我们历功拍卖园 我们今天非常欢迎 邀请到我们是 林业自然保育署 张亚铃 张继政 欢迎一下 各位听众 阿聪大家好 我是林业保育署的亚铃 亚铃 今天很高兴来到余悦广播电台 来首次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们2024奇幻之声阅历的内容 那很高兴 等一下我们就可以了解一下 我们1到12月制作的主题 对 那算是我们首次开箱 因为这个阅历到现在 已经预购 算预购结束 但是还没正式发行嘛 对 差不多要到12月中 才会来做一个正式发行的动作 对 所以今天大家可能 先前在一些新闻媒体的版面 有看过几张图稿 那大家应该跟阿聪一样 可能被今年的有稍微惊艳到了 我一开始看到说 这个我们这个图稿 尤其是像 大家应该看我们后面 哇 这个是他们的封面罩 这个看到我就觉得 哇 这个真的有符合这个主题耶 奇幻之声 那想说 这个为什么今年会取作奇幻之声 这大概也是我们那个林业 林业保育署跟种子设计合作 这七年来 可能大家一直有一些 不断的一个新的idea嘛 然后就是创造出今年这个奇幻之声 这个部分 那想说可不可以请 雅琳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为什么今年会叫奇幻之声 好 那我们就说明一下 林业保育署今年月曆的主题 为什么会定名为奇幻之声 主要是台湾的森林 就像一座奇幻的宇宙 那我们只要细细观看里面的那些生物跟生态 你就会发现说 它有一些无穷的奥妙跟想像 然后所以我们今年就是 月曆就是定调在主题是奇幻之声 那希望介绍我们台湾大自然的一些特殊的生态现象 以及一些就是森林里面生物 森林里面生物的一些奇特的外貌跟习性这样子 然后可以让一些引发民众一些无穷的想像 那我们一到十二月也会介绍一些像 就是一些壮到月亮的台湾山啊 还有会编织窝槽的那些台湾黑熊 然后还有一些陆瀉降海啊去试软这样子 然后我们从这些主题里面 希望可以引领民众去进入一个 台湾的森林生态奇幻之力 就是可以让大家来更认识 我们这个台湾森林的一个奥妙的地方就对了 对对对对 所以说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 因为今天我们十二个月份 十二个月份都会一起来呈现给大家看 所以大家可以之前有预购的这个 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 那今天就有眼福可以抢先看 那当然这个月历要等到十二月中 十五 十二月十五号以后才会陆陆续续收到嘛 所以说我们今天我们现场 我们也会同样有赠送月历的活动 那先跟大家讲一下 今天我们就没有开放call in 我们一律用网路上抽奖 所以大家一样认真听 网路上抽奖 那奖品的话 我们统一会在十二月十五号才会出货 所以今天有中奖的一个观众朋友或听众朋友 那大家就要耐心等待十二月十五号 等月历正式出版之后 我们才能把奖品陆陆续续再寄送到我们的听众朋友 跟观众朋友手上喔 那刚刚亚铃有稍有跟我们讲一下说 欸 今年做这个奇幻之声 主要也是要让大家来认识我们 台湾的森林的一些神奇奇妙的一个 就是生态 算是一个生态嘛 嗯 对 那就是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张 这张算是我们的那个封面罩 对 封面 封面罩 因为今年这个封面罩其实蛮特别的 因为我第一眼看到啊 我就会说 哇 今年的封面好像一张电影海报 甚至有人觉得说 这个画风有点像那种就是童话绘本 你们是不是有想说 让大家有不一样的 跟过去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个设计 对 我们今年齐幻之声乐历风格 就是采用一个奇幻的插画风 然后就是以每一个月 我们就会画一到两个台湾的原生生物 当主角 然后融合一些台湾的山林环境 然后营造一个魔幻跟那个 跟写实的一个风味 然后的确像阿聪所说的 大家看到这张封面 就觉得很像我们的电影海报 还有那个魔法 哈利波特的那个魔法世界 对 那种氛围 的确是一种充满了奇幻的森林风 然后我们是觉得说 这张封面 光是这张封面 就足够给我们民众可以买个十份下来 值得好好的收藏 这张是这张可以当电影海报的封面 就是我们用完这一张也不怕算啦 就是把它留下来当成一张海报啊 你看它字体的设计也跟以往完全不一样 就是要让你感觉到 这一张是值得生产 而且看得到主角应该是这一支台湾黑熊 对 这支台湾黑熊是在我们十月的主角 那我们今年的封面把一到十二月的主角 都融入在这一张海报 那有购买的民众啊 或是还没购买的民众 我们买回去之后 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封面寻找我们一到十二月的 动植物的主角 所以我们有 这张里面是有常有彩蛋的 就是一到十二月都在里面 对 唯独有一个小月份没有含在里面 如果民众买回去有找到的话 也可以留言跟我们分享 是哪一个月没有放在这个封面里面 大家可以回去仔细找找看 就是大家可能在欣赏每一月份的同时 那也可以来欣赏一下说 它在封面这张照片里面 它有没有出现 那出现的位置在哪里 大家可能第一眼应该看到都跟阿聪一样 就是先看到这一只黑熊 对 那其实在黑熊底下常有一只穿山甲 穿山甲 对 穿山甲 但是不过大家应该是第一眼都被它吸引住了 对 那其实其中里面都有每个月份的主角藏在里面 那我们就赶快来看一下我们的一月份 那我们今年齐幻之声乐历 希望带给民众就是有如坐那个云霄飞车的快感 就是每番一个乐历 每一个月都可以发出一种惊呼的一些 哇哇哇的很厉害的一个惊呼声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介绍一月齐 很明显我们就看到这个 这一棵大树撞到月亮 这个是撞到月亮的台湾山齐 那台湾山也是我们台湾最高的树 它的树高大概有84.1公尺 然后也是东亚最高的树 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啊 我们就可以想象 它的种子其实只有芝麻大 然后为什么会长到如此这么高的 当成台湾的巨木 那我们可以借由这个画面来发想说 为什么台湾山它的繁殖过程 或是生长的方式 还是说哪一些环境利于它生长 那可以让它一颗小小的种子 长成这个巨高的树木 它的种子是像一颗芝麻大小而已 对对芝麻大小而已 然后后来会开 就是生长成一个球果 然后球果就是会在萌发这样子 然后就长到这么大 对就长到这么大 它旁边跟它一起长的一些 甲长叶蓝或是红块 其实也是台湾很高的树木 但是相信之下 对它是傲视群雄的 整个非常的高大 直接是可以撞到我们的月亮 可以跟月亮一样高 对对对 难怪我只是敢想说 第一个月写始于细微 我想说它的细微是在哪里 就是它那一颗小小的种子 然后每一颗小小的种子 要可以发芽 然后都是要历经千辛的万苦 然后才可以长成这样子一片森林 所以我们在 对对对 我们在欣赏这幅画的时候 也可以想 为什么一棵树可以长得这么大 原来它背后有隐藏的 这么多的一些生态的意涵 那可能很多民众说 我又不是植物系的 也不是认识这些 你说哪一颗是哪一颗 那可能看也不太懂 对对对 那这怎么办呢 但是我们这边有些新的一些小编号 会跟大家介绍说 我们一号画的是什么植物 二号是画的什么植物 所以没关系 就算我们看没有很清楚的辨别出是什么 我们这边都有详细的介绍 那可以对照上面 对对对对 一号二号三号四号 去了解 去了解 跟台湾山一起生长的树木有哪一些 这个是我们的医院 哇 第一张就这么震撼 对 医院就死于细微 对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二月 二月 二月很明显的是 这个穿山甲吃蚂蚁 那我们这个穿山甲 它的身体就像披着一个坚硬的盔甲 然后它就看起来很强壮这样子 然后它其实 它要怎么吃这个蚂蚁 重点的这个舌头 因为它舌头非常的长 有些大型的穿山甲 舌头可以长到四十公分 会比它自己的身体还要长 除了舌头很长之外 它还有舌头会布满一些黏液 所以它就是把舌头伸进去蚂蚁的洞穴之后 就可以沾附 就是蚂蚁就会黏在它的舌头上面 然后进行饱餐一顿这样子 所以穿山甲可以吃这个蚂蚁这样 穿山甲 而且不只是穿山甲是主角 旁边的蚂蚁每个眼神都好有戏 对 然后你看它这个眼神表情很逗趣啊 还有那个悠闲的坐姿 是不是它等一下就要被吃了 就被吃掉了 也不知道 所以我们在观看这张图的时候 其实可以细细看 它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动作 然后旁边的蚂蚁会有怎样的一些小小的细微 那你可以进而去看一下它这个整个生态的奇幻点在哪里 然后我们就可以更加了解这张穿山甲吃蚂蚁 是想要表达哪样的一个生态意涵 而且我刚刚看这个图啊 就是有发现一件事 就是以往我们的图可能就是大家都很清楚 但是这个图旁边这里还有两只很大只的蚂蚁 但是它是被模糊掉 对 而且这有光线 就是蚂蚁它有阴影来呈现 这跟以往我们的阅历的呈现风格好像不太一样 对 阿聪也非常 阿聪可能真的是我们林野保育署阅历的铁粉 发现很明显发现 今年我们的阅历都会适时的打一些光影 然后图案会有一些模糊跟很清晰的地方 主要是呈现远景近景的一个交换的立体感 的确就靠它比较近的东西 蚂蚁的确会清楚 那比较远的就是相对它模糊 相对模糊掉 然后的确就是洞穴里面是会有一个光影的 所以整张图不只是平面的构图 而且呈现更立体的 对 立体 然后也像一个故事画面一样 就是跟其实像在阅读一个故事 绘本故事就是没有台词 然后我们就是自己去想像 然后我们就自己去想像 对 然后就发挥你们的想像力 然后去找出你们的好奇心 看出这张图呈现的 为什么会这样子呈现 那其实它背后都非常的有故事 它除了是一张很漂亮的艺术图 也是我们本土生态科学的一个好教材 真的真的 所以大家可以回去好好的欣赏一下 对 好好欣赏 但是我有发现一件 以往我们二月好像都是比较偏红色 但是今年为什么会用穿山甲 今年因为二月刚好 二月十七号是我们的世界穿山甲日 然后我们每个月其实都会搭配这一个生态故事 然后所以二月我们就把它放在二月十七号有一个穿山甲日 所以二月放穿山甲 所以今年二月没有再配合过年了 对对对 如果有一些是某个动物的繁殖剂 我们就会搭配那一个月份 所以每个月其实跟那个物种出现都是有意涵的 真正蛮用心的 对对对对 都有一些小心思藏在里面 然后大家可以细细的看 那三月的话我们介绍蟲蝇 那刚刚阿聪一开始看到的时候 都以为这些都是 我真以为这些是种子 对对对 植物的种子或是果实 它其实都不是植物的种子 也不是植物的果实 像它这个台湾云山 就是去牙虫去注到它这个的枝条 导致它就是一些受到一些叶片的刺激 然后形成这一个很像求果状的一个形体 但其实里面注满了那个牙虫 注满牙虫 你把这个剖开来里面 你看我们这边里面就偷偷画了一些小虫子 小虫子的眼睛 那实际上是大概不会是这样 但是我们就是隐含着一个 小心机在里面 让大家去看 为什么这里面会有虫 那其实就是虫柱的一个房子 它导致它让它形成的一个房子的一个概念 所以像这个有窗户的这个都是吗 对对对有窗户的这个都是虫影造成的 这个是虎树的虫影 这个是那个香蓝的虫影 这是红蓝的虫影 这是香蓝的虫影 它们的突出物都不是果实 都是昆虫去在它的叶片上刺激形成的一个流状物 或是一个突出物 然后这个是长叶木僵子的一个 也是一种虫影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是大自然它们本身 就会有这样一个情况出现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到户外的时候 可以细心发现 其实长得像果实的 其实它不是 它不是果实 对有些是植物刺激到它的叶片导致形成的 这真的在过去都没有发现过 过去在欣赏的时候 都以为它可能是它的果实 或是种子 那透过这张图 我们可以更了解台湾的森林的一个生态 对对 跟大家想像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不带一样 好 那我们这个四月 四月是十虫植物小麻专台 讲到奇幻又梦幻的植物 一定要讲十虫植物 因为这个十虫植物非常的厉害 它那个汤匙状的叶片 然后叶片上面充满了这些细毛 细毛的末端 还有一些像你看可口的红色的蜜蜜 这些蜜蜜都会吸引到一些蚂蚁或是昆虫来 然后只要一旦这个蚂蚁进到这个 那个它吸一下它这根可口的蜜蜜之后 就会缠住 然后就越吃越多 它的角跟触角就会被这个叶片给受到刺激 细胞的捧压就会缩起来 就像手掌这样把猎物抓住 然后就越逃就越不出去 越逃不出去 这样的过程大概会经历十分钟 十分钟 无声无息的大自然的奇妙就这样发生 然后我们在看这张图的时候 就会沾一下吃一下 这个的确是一张很可口的一个小毛毡台 就感觉这每一颗都是很好吃的东西 对非常的甜 就是吸引路过的蚂蚁或是蚊香来的那些蚂蚁 然后让它们吃这个蚂蚁这样 那这是我们的10虫植物小毛毡台 其实如果亚铃一开始没有跟我介绍 这一张植物是它是会吃蚂蚁的 我一开始看到这一张 我以为是那个时下年轻人家小朋友在流行的那个 宝可梦里面的一只动物 对就是什么妙蛙花之类的 对它背上开花起来就很像这样 就是一朵花然后开出一根这样 是不是表示我们这一张画的真的很成功 那阿聪有一种这样子的一种奇幻感 大家可以去想像它的 诶这个可能跟你某种生活连结也有 对 所以今年的阅历 我们就是希望民众带一个想像的一个观感 去看我们的图 然后进而去观察我们生活周遭的一些小事物 然后引发你的好奇心 可以对我们大自然会更加的了解这样 那刚刚有听亚铃讲说 虽然我们这个花看起来很大一朵 但实际上它 其实在地面上的时候其实是服贴的那个土壤 但是实体上不会这么大 对 那这是我们特殊把它放大的一个效果 你看蚂蚁就已经这么大了 对 所以你要想像说蚂蚁其实一只小小的 那它会在这上面 其实这朵花其实是不大的 对对对对 对 那大家之后如果到森林里面 就是可以仔细一下观察一下脚边 有搞不好就可以看到这朵花 看到这个小毛山台 对 那开花的时候粉红色的非常漂亮 好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五月 五月我们是介绍黑刺蚕的羽化过程 那我们这边所有的昆虫都是在画黑刺蚕 那主要就是呈现它一个羽化的过程 那首先那个黑刺蚕羽化 是从这大概比较明显的过程是 它的壳啊它的头从壳破出之后 以那个倒挂金钩的方式完成羽化的第一步 嗯 然后羽化之后 那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它这个鲜红色的身躯 还有两侧这些卷曲的翅膀 然后慢慢之后啊 它就会羽壳脱离成平行 这个羽壳脱离成平行 然后两侧的白色翅膀 慢慢呈现 往后向后生长这样子 然后最后它 最后它就会慢慢的 翅膀就会羽化成了黑灰色 然后脚也会变成一种黑灰色 然后所以它是这个枝蚕叫黑刺蚕 然后我们在这张图面上就是呈现 这支黑刺蚕羽化的过程 然后其实蚕啊在落虫的时候 在地面下就是大概都是要一到三年 才会到地面羽化 有些会甚至要超过十年 这么久 这么久 对对对对 所以它们几乎都是在土壤里面 吸食的这个树枝的营养 然后再过生活 那长出来之后 那个经常脱壳的那个一瞬间 如果你有在户外看到这样 蹦的那个一瞬间 其实你是非常幸运 你可以看到这种奇幻的一个瞬间 对因为这个不是每个人都看得到 对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看到这个蚕出现了 应该代表夏天也来了 对对对对 蚕鸣鸟叫的那个生日 对夏天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六月 终于脱离森林了 我们先把它拿起来再挂回去一下 好 终于脱离森林了 来到天空了 对对对再上面一点的 然后我们这个是那个大卷尾 那个袭极大关啾 然后你不要看这个 这一只全身黑很像蚂蚁 它是大卷尾 然后又那么小怎么敢去 欺负这么大鸟 对对对敢欺负这么大的一个大关啾 而且它猛禽 主要是因为这个大关啾 可能是在它繁殖的期间 有去路过它的这个巢穴 然后这只鸟就是要保护它的宝宝 所以它就是示威给它驱赶 做这样的动作 但是它胸归胸 它其实是不会去乱赶人的 它胸是胸到威胁到它 对对对 然后如果说我们路人有经过到它的巢穴 它也会使用它的那个八头之术 就是打你 但是这种机会也是很小 所以我们如果遇到这样 我们就是 被鸟八头 对对对我们快速离开就好 因为它主要也是做一个假的驱赶动作 就是示警做 它主要就是说叫你赶快走 对就是叫你赶快走 不要在这边停 不要在这边停 那如果真的 你一个瞬间有这样俯冲而下的这种黑影跑出来的话 那就是赶快去牵个乐透 所以那一天运气非常好 如果你真的被它八头 我们就去牵个大乐透 对对对对 搞不好你那天会有一笔意外之材 对那在这个天空 这种情形如果去观察 在它的繁殖记的时候 新闻画面是蛮多的 真实画面我是不知道 我是没有遇过 不过大家就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大家可以去森林注意一下 它的繁殖记 4到7月 4到7月 大卷尾的繁殖记 如果有被它八头 是这支喔 不是前任者 这一支被它八头的话 那你可以去牵个乐透 这么小的鸟 敢欺负比它身体大两倍的这种猛情 实在是 画得好传神 这只鸟它的眼神好惊恐 对啊 而且这边嘴灰还受伤了 对它还受伤 第二个OK棒 对 这画 每张画都有它的解读的意思 对那就是让民众 来发挥你的想像力 去自己想像一个奇幻的感觉 故事就是由你发想 对 这个故事大家都可以各自解读 对 各自解读 背后也有真实的生态意涵 那再来看到这一张 那这一张 很明显的这一张 我们就是画了一只三麻雀 跟一整片的小米田 那我们这个月 为什么会画三麻雀跟小米 主要是因为 三麻雀是出现在浅山区域 然后小米是这个 三麻雀主要的食物来源 那因为原住民的那个小米文化 已经慢慢四围了 导致它的品种也都有一些 也慢慢的流失掉 那它又是以吃小米为主的 所以导致这一群 这一类的那个鸟类的族群数量 也就慢慢减少 减少 那它减少之外 影响就是连带 影响到追它的一些雄鹰 就是整个生态链就是会有一点点 受影响 对 然后所以我们想说 保护 保护留住这个三麻雀 留住小米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原住民的传统文化的小米知识啊 或是整个生物多样性都再找回来 然后我们呈现一只三麻雀 一只在小米田的一个孤寂感 带出这样的一个生态意涵 跟文化知识 所以就是大家也是要 可能就是这个三麻雀 我们也要注意一下说 对对对 它是不是渐渐消失了 那它影响到的生态又是怎样 对对 对 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对对 这可以让大家好好省私一下 就是这两者之间的一个生态关系 那连带后面影响到的一个生态又是怎样 大家看这一幅图的时候就可以去思考一下 对 那再来我们来到八月份 八月份的话 这个是很难得首次出现在我们的林业保育署 对林业保育署的物种 出现有海生生物 对它是鹿蟹 鹿蟹 这奥式后香手蟹 然后它是一个夜行性的螃蟹 所以我们把星空是画夜晚的星空呈现 然后它主要也是在繁殖期的时候 会从海岸陵往海边去产卵 把它的卵放到海水这边 让它可以孵化成长 然后其实它们大部分的生活环境都是在陆域 在陆地上就对 对对对对对 然后主要是这样 然后看完这样美美的星空就想说 之后如果可以在墾丁遇到它 来一场卸购也是不错 真的 真的 而且大家夏天 大家夏天都喜欢到海边去玩 对对对对对 但是这个时候 残暖季也是它会过一个马路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是可以做相关的一些保育的措施 那就是可以好好观察一下 但是不要去打扰它们 对对对对 不要去打扰它们 母妈妈就是母蟹的妈妈身体都会抱了一堆卵 对对 就是在这里呼吁一下 不只鹿蟹啦 就算是那个海蟹有抱卵的我们也都可以抓喔 对对 那那接下来这一张 对阿通这张 你有听过那个树木也会讲悄悄话吗 就是这一张我们其实就是要介绍 树底下的一些沟通的方式 然后它们其实这些树木 不要看它地面上是一根一根自己长得不立 对阿 各自都不一样 对对各自都不一样 但是其实它们在底下 其实就是一直熟熟熟熟 一直在交换一些讯息跟养分 所以它们联络方式不是像我们表面上看到 都是在我们肉眼看不到的这个地底下 在地底下 所以是地底下这边才是它们最精彩的部分 对 在那个互通有无 它们的沟通资讯网全部都在下面这里 对对 那除了会交换养分 如果有干旱或是那个虫害来袭的时候 它们就是会彼此这样在那边交换讯息 然后好让上面的树木做及时的因应 所以这个树木真的很厉害 想要跟它们偷听它们的悄悄话 先要学习如何去观看这个树木 跟下面的地底下环境才能听到它们怎么讲它们的话 这是真的有经过研究它们的地底下 有经过研究地底下 是会有一个讯息的交换跟养分的交换 还有一些即时的那个虫害应变 这个是有研究的 是真的很神奇 很值得大家去了解一下 值得大家去了解一下 对 刚刚有看到上面有人写说 哇我们这个林业保育署他们做的阅历 很适合幼儿园国小 对对对 等妈妈做好教材 对对对 好教材 这我们是本土生态的科普教材 对对对 很多老师也会跟我们要这个图案 放在他们的教室做生态教材 就是每个月都可以 然后一些布置 做布置的也很多 而且经典设计也很棒 在此先说 就是它上面不只有上面这有虚线 对对对 下面这里也有虚线 这边也有虚线 我想说在最后的时候 再实际折给大家看 那阿聪已经说了 我们今年的挂钩的方式是踩双线圈 对 然后在日期表这边有压丝线 然后连上面这边也有压丝线 然后压丝线完之后 你整张图面是可以完整的给它撕起来 对 你要表框做什么生态教材 都很非常的值得 就等于是我们这个月份过了 但是我们这张图是可以留下来当教材的 对对 所以这张是可以留下来当教材的 对 所以大家买回去其实是有很多用途的 对很多用途 而且像刚刚有观众朋友留言说 这个是可以当幼儿园国小的一个很好的生态教材 对对对 那这个留下来之后就可以好好来教 好 然后接下来因为时间关系 那赶快介绍 十月份的 十月份的 这个是阿聪最喜欢最可爱的台湾黑熊 那台湾黑熊 最好的地方就是它光线 把这只熊的表情有做出来 对就是那个光线阴影的呈现 对 阿聪很喜欢我们今年月曆的那个光影呈现 这也是一个点 对 真的很漂亮 那接下来我们十一月是东方蜂鹰跟那个虎头蜂 对 你不要看这个东方蜂鹰怎么有办法吃这个虎头蜂 其实因为它的脸部的羽毛非常的细小 然后跟鱼鳞一样这样紧密的排列 所以不怕蜂蛇 阿加上它的那个头部的比例跟身体来的比较小 然后颈部又细长 所以它靠这个尖尖的嘴去蜂巢里面去吃这个蜂 然后加上它也会那个用团体公式去围一个蜂巢 然后让蜂先跑走 或是用吊虎离三支祭 先用一支蜂 对对一支东方蜂鹰 然后先去给它故意下跑它们 然后之后其他的蜂蜴就可以来吃 这个对单独狩猎的猛情来说是很难得的方式 所以其实我们每一张图 真的都是充满满满的生态知识 大家可以细细的演讲 大家可以细细品味 找出找出 阿最后 最后 是我们那个种子的旅行超能力 那这张我们主要是要画 就是我们的海岸红树林植物 还有一些什么水笔仔海茄冬红海老 像椰子啊 对靠着水漂植物的椰子 齐盘角营叶树 然后来一趟那个跟着蒲公英 搭着它这个柔软的棉絮翅膀 然后一同去种子的奇幻漂流 奇幻漂流 就是可以再去另外一个地方 然后维持重新的生机 虽然12月感觉结束了 其实是一个生命新的开始 对对对对对 它们就是透过种子这样再去让它做一次奇幻漂流 那这就是我们12个月份的一个大概的介绍 那大家如果说收到之后回去 当然可以好好的再细细品味一下 这12月份里面所包含的故事 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想说现在应该很多人想知道 我要怎么拿月曆呢 我们有一个通关密语 我们来请我们的雅琳来帮我们公布一下 好 那我们今天的通关密语就是我们今年 2024林业保育署的月曆主题奇幻之声 对就是奇幻之声 那在我们现在目前这个直播 在我们直播这里帮我们按个赞 然后脸书 娱乐广播电台脸书按赞 然后还到我们林业及自然保育署的脸书 按个赞喔 你可以收到最新的消息 包括如果预购月曆的话就不会再错过 现在已经不能预购啦 是 已经截止了 对 然后take三个好朋友加指定留言 就是我们的奇幻之声 然后公开分享出去 就可以得到我们 就有机会得到我们这个 林业保育署他们的 2024年最新的奇幻之声的月曆 就是得到这一整本 那当年我们今年除了月曆以外 我们其实喜欢在桌上好好欣赏的 我们也有推出就是我们雅琳手上这个 这个是桌栗 那今年我们的桌栗图 一样是用月曆的图 然后把它做成横板的方式 然后一样就是12个月这样子 然后后面有一个祭祀的栏位 小的日期表 可以让你简单的一些祭祀 然后每一张图大概就是跟月曆一样 然后把长形的变成横板的这样 横板 对 大家就是有不同的 那个画面也不同 然后就是可以来说这样 那值得一提的是 那另外是这个 我们的柳山底座 这一次是采用山的造型 那这一次的山造型底座 不只可以放这个 我们还可以放手机 所以可以放桌栗卡 然后放手机 也可以放跟家人同游 出去外面玩的一些照片 或者是一般店面 我们可以把名片放在上面 对 名片都可以 可以多方 多工人用途 多工人用途 就是我们12月份过完了 没得放了吗 那我们就可以拿去做其他的用途 或是想要放一些照片 也是蛮适合的 对 所以这个 这是这一次的巧思 桌栗的巧思 对 巧思 就是这个部分 那虽然说现在 那个预购已经结束了 对 预购已经结束了 但是我们在我们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 有出一个电商平台 民众只要去Google打森林好好玩 现在应该还是有机会 可以买到我们的月曆跟桌曆 那如果你要去实体店面看的话 可以去武南跟国家书店 他们有铺少量的现货 在他们的店面去买 那建议大家可以到森林好好玩 去线上订购 嗯 不过应该是要等到12月15号以后 森林好好玩 现在应该还可以试试看 那12月15号是到各道通路 可以买到实体的商品 对 那以往像说 我们到一些国家森林公园 也是可以吗 国家森林游乐区 我们也有一些 国家森林游乐区 也有卖我们今年的商品 不过这个可能都要事先先询问 对 就是不要到现场是说 他们说有在这里有卖 其实已经没货了 对对 不过都应该会有 反正我们去森林游乐区走走也是可以 就算没买到也不要上行 对 都去森林游乐区 踏青也不错 享受一下芬多金啦 然后就是来观察一下 仔细观察一下 刚刚12个月份所介绍的一些滋味末节 然后去看一下 每个月份都有每个月份不一样的故事 那就是大家可以去来了解一下 到实际走访森林就可以真的去找寻一下 这些可能是大家过去都不会去注意到的事情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也希望林游保育署就是希望每年 透过精心设计的阅历 带民众去到大自然的时候 可以真的去欣赏我们台湾森林环境的一些美好 进而就是多去观察 然后真的会发现 它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把你的好奇心想象力都再找回来 然后就真的 啊生台湾的森林真的是又漂亮又美丽又有故事 对其实大自然里面其实真的蕴藏的很多不一样的一些生态在里面 那这些生态都希望我们大家可以透过实地走访 不要只是看书看一看 真的实际去走的时候你会发现 跟你想象中有时候真的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在那 而且会发现一些你过去可能在书本里面没有发现 就像这个阅历就带给我好多惊喜 对就让阿聪真的爱上森林的感觉 对就是看完之后就是下次真的去 真的可以去找找看那一朵花到底该在哪里 对就是可以去看 啊认识一下台湾的一些特有种 对那就是可以让大家更认识我们台湾的森林 透过阅历然后来更认识台湾的森林 这事其实非常好耶 难怪你们每年都想破头都要好好地规划主题来推广 规划主题是非常就是辛苦的一件事 那我们就想说用最好的设计跟主题的呈现方式 拉近大家跟大自然的距离 而且今年听说跟种子设计已经来到第七年 对对对对 哇这个每年在这里想这些东西也是应该是绞尽脑汁 因为每年都要有不一样的主题来呈现给大家 那今年真的是跟过去以往好像是真的有很大的不一样 对对对 今年我们连那个月曆的封面跟一到十二月的主题 整个风格都很已经是几乎是一致了 就是都是一种奇幻风 奇幻风格 我是觉得光是封面的那一张 买十份买很多份都是很值得收藏这样子 那还没来不及买的 赶快也可以去我们的森林好好玩 去试试看可不可以进购 去试试看还能不能购买它 十二月真的还可以回来找找看 那十二月份的各个的主角都在这里面 对对 虽然大家看到目前可能看到 大家刚介绍的可能第一看到是黑熊跟穿三甲 但是其他主角一样在这里面 所以大家可以仔细去找找看 找一下 然后刚刚亚琳有说有一个月份 诶可能没有在里面出现 那也可以去找找看 到底是哪个月份没有在里面出现 然后可以到我们的林业保育署的脸书上面去留言说 诶哪一个没有在里面出现 对 来跟我们讲你的你发现的答案 嗯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雅琳到现场 来跟我们介绍这个 我们2024年林业保育署的最新奇幻之声的这个月历 那如果说大家真的想要购买的话 诶可以赶快到那个森林 好好玩 好好玩上面去购买 那如果真的其他没办法 就等现货出来 我们再去现场看还有没有机会买到 或是赶快留言 在四点之前留言 都有机会来抽到 那我们今天最狂拜拜 就到这里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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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